這次我展出的大悲出像 非常感謝華爺年社 讓我有這個機會讓大悲咒的菩薩 這次出來與眾生結緣 這是第一次展出 我的大悲咒已經畫 差不多二十年前就畫完了 很早期就畫完了 我之前是先用毛筆勾線條 勾線條之後還要上色 但是上色一直留 留了好久才有機會 在生命電視台 海灘老師給我建議說 現在時代不一樣 要用電腦上色 所以我就想 電腦上色那是什麼上法 後來我就坐旁邊 他們工作人員就開始畫 我看這個應該怎麼畫 我自己又有一個新的想法 我想說菩薩應該有一些花紋 讓它更莊嚴 他們剛好有幾個 就給我多仿一些圖案 這個圖案可以放到衣紋上去 所以我就把菩薩那個衣紋 就給它做得更莊嚴 用定義圖案 所以菩薩的衣紋給它放到電腦去 然後更有特色的是 像我們的文殊世紀菩薩 我們就給它做成那個 毛細孔裡面都有佛 來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支 像這個文殊世紀菩薩 它的毛細孔裡面 我們都給它放了佛進去 還有它衣紋上面的那個衣紋裡面 還有一圈一圈的文殊世紀菩薩的咒語 都放在裡面 然後每一圈的這個咒語 旁邊我們給它圍了三十幾尊的佛 都給它用定義圖案 放到那個毛細孔裡面去 所以這是屬於 法身的文殊世紀菩薩 還有法身的菩薩菩薩 那我文殊世紀菩薩 它是智慧第一的 所以它是智慧的人 就會世世如意 所以它哪如意 它講 唯有一身法 無二一無三 所以它手是 一手指的上天的 然後 菩薩菩薩呢 它屬於大行願 六雅大白相呢 它是 意思是 度了六道眾生 運載無量的眾生的意思 它有那個 它有大力 可以運載無量的眾生 就是普行菩薩大行願 世世常行菩薩道 無怨無悔的意思 然後 為什麼用奇白相王 白色是代表眾色之本 表示那個萬德劇主的意思 然後我們這 我這次展出的那個大悲出相 有八十八劇 八十八劇有 過去呢 我們都弘揚八十四劇 我們這次主要是展八十八劇 是有它特殊的意義 就是說 讓那個大悲咒呢更圓滿 有的人是念了八十四劇 他們已經很有感應 為什麼要念八十八劇呢 那麼不明當的就說 念了八十八劇 我們會有更好的功德 譬如說 以前我們念八十四劇的時候 沒有說非常圓滿 像古代皇帝是怕修行人太厲害了 因為有修行人念了八十四劇 就已經讓他的皇宮會震動了 這是古代的一個傳說 讓他的皇宮會震動了 所以他希望就念了八十四劇就好 沒有八十八劇 所以後面那四劇就被切斷了 我們來看後面加了哪四劇 後面加了四劇就是叫做 這四劇 金剛聖莊嚴梳伯伯伯伯 這是八十五 金剛聖莊嚴梳伯伯伯 還有八十六 摩羯聖莊嚴梳伯伯伯 八十七 是森文聖莊嚴梳伯伯伯伯伯伯 我們看到的第八十八劇 八十八劇是千手千眼 那大佩座叫做千手千眼 無愛大佩心脫羅女 那本尊還沒有出來 那就表示說沒有圓滿 所以你唸的八十八劇就表示說 你已經圓滿了 八十八劇的千手千眼 無愛大佩心脫羅女 所以應該是唸八十八劇是比較圓滿的 好 謝謝 謝謝您跟我們的介紹 這個展覽會展覽到什麼時候呢 展覽到五月二十六號 然後五月十四號是 海塔法師會在這裡介紹關於法文 在二樓 給我們介紹 特別介紹關於法文 我特別邀請他來介紹 那您剛說這個八十八尊的佛像呢 就是二十幾年前就已經做好了 那您的靜坐有些什麼 靜坐有些什麼創作呢 近來我們有畫了那個華銀金的七处酒會 那麼華銀金七处酒會 這裡華銀年社 我們之前有展出過那個七处酒會 這是華銀金第一會 第一會的華銀金初會 中間是庇圖真那佛 庇圖真那佛 庇圖真那佛 然後文書是一菩薩 對 然後這是普賢 庇圖真那佛 庇圖真那佛 是屬於釋迦摩尼佛的法身國 釋迦摩尼佛有三身 有法身、暴身、硬化身 這是法身國的造型 在東密加都不動尊 也可以說是不動尊的 是屬於大日如來 他的首映是大日如來的首映 大日如來就是我們說的 庇圖真那佛 可以看到這根 這是屬於釋迦摩尼佛 我們也是給他畫成那個 頭冠有五字如來 代表五方佛的 就是有五佛的智慧 然後這是屬於釋迦摩尼佛的首映 然後我們把他畫的 也是一樣 把毛細孔那個 都把毛細孔裡面畫了很多的佛 就放在裡面 這個也是 這個還可以看到一尊一尊的佛 衣服上一尊一尊的佛 有沒有這個衣服上一尊一尊的佛 就是我們用電腦製作的才有辦法這樣子 因為你看我現在把它放大了 在我這裡放大了 是真的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 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在網路上他們看這樣看一尊佛 沒有辦法看那麼細 我們這樣用這個放大起來可以看得到 它是法身佛 裡面有一尊一尊佛 所以這每一尊佛 這是非常莊嚴 而且有很多的名義 我們是很用心在把它製作 然後這個書法 是那個書法家林隆達大師所寫的 這不是我寫的字 是林隆達大師寫的 他得過五三年的那個獎 五三年基金會的獎 他是寫的 他的字是很工整 也很用心 他以前是在公府 是處於總統的秘書 書法 他寫的書法 也做過那個 好像是 哪一個 另外一個 也是政府官員的 他都做了很多的 很多這方面的 謝謝 所以是非常的 因緣俱足 也才有這八十八 對 OK 謝謝你 得到 輪圈 是這樣 等